这一次大物国台办也宣布了 除了对于已经制裁过的肖美琴 继续制裁以外 他也宣布要惩戒像是远景基金会 亚洲自由民主联盟等等的 那刚好昨天亮哥传line给我 他跟我说 那等于连政府外围的基金会 现在也不往来了 不过我觉得说 他这个远景 跟我们另外一个基金会 亚太就是两面 亚太是跟大陆来往的 就是研究这一方面的 两岸关系等等 远景是国际的 他制裁你国际的部分 就是意思是说 你国际的 最好不要给我再有互动 但是两岸的 我还是留下一个伏笔 那这个有关这个自由民主 这个叫亚洲 过去就是 就是亚盟嘛 之前我们讲就是反共联盟 那这个其实是 最早的国民党的这个外围吧 我们这样讲 那现在应该还是比较 包括现在好像还是老隐七 还是一个蓝色的应该是比较重 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制裁这个 所以我有的时候对大陆 这个选择的对象是有些怀疑的 刚才杨明兄提到这个叫做里长 我也觉得说蛮好玩的 为什么里长现在都在安排退休的老人家做旅游 他要保险他们有他们的个资 有一些手机的电话 有一些什么可能 但是大概里长是不会有年轻人的 所以我一直怀疑大陆如果去要去跟里长来往 你是要要我们这些老人家来获得老人家的个资吗 应该没什么意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一次看他这个演练的时间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说是不是他们担心 如果太早提前在蔡英文访美的时候 就做了这样的演 就公布这样的军演 会不会蔡英文就自美不归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等他回来才这样子做 那我另外怀疑就是说 你另外那个众议员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要来台湾 再加上现在这个整个的军演的过程 是不是解放军你们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有来往啊 你收了他的钱吗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故意让他们 趁机有机会卖台湾更多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 那民进党我觉得就是一个 民粹的双重标准 我们通常讲民进党是双标党 可是我觉得他的民粹也非常双标 就是他想要玩民粹的时候 玩得好开心 就碰到真的该玩民粹的时候 比如说勇敢台湾要站起来不怕 就忽然变成省慎以对 非常的低调 我就不懂 你要不然就你干脆就民粹到底 就是高声喊 但是他好像有的时候 就没事要跟他这些外围的 这个1450也好 包括黑熊 要做一点稍微小小的切割 表示我们是负责任 但是你们是从头到尾 是带头搞这些东西的 结果等到发现事情严重之后 你撒手 然后还是继续叫你的外围来做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负责任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跟着这个党 我是不放心的 为什么 他车子掉头了 都不跟我们讲 结果我们直接撞墙 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 就是你要做一个 你带领这些 你的外围组织 你的这个始终者 结果你快到悬崖的时候 你忽然转后面全部掉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不对 所以民进党我觉得应该要检讨 那跟着他的人也应该去想一想 你跟着他会不会他转弯了 你都不知道 就你掉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 这些1450也好 要去好好思考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游席困下他的讲法之后呢 这个今天麦卡尔尔在今天见到了蔡英文 那他在昨天也在立法院已经提到了 说要尽快的交付对台的军售 颜教授你这边怎么解读呢 就是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连蔡英文也一同加入 说赶快给啊赶快给啊 那当然这一次又谈了什么样的条件 说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美国的众议员 有很多 虽然没有像参议员 这个跟军工复合体的关系这么密切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他会考虑到他的选区 是不是有军火工业 如果有军火工业 他绝对会希望是 就是有台湾买更多的采购啊 创造他的就是选区的就业机会嘛 这个是一定会做的 那我只是觉得说美国不断的制造 这个就是台海关系的紧张 然后蔡英文配合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让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经费 来采购武器 那采购武器也变成是好像是一个买保险 就是假如我们不采购这些武器到时候发生了冲突 美国说不来 因为你们连自己捍卫自己的武器的钱都不肯花 所以我们不来 就变成是好像我们走不出这个死胡同 就是我们创造了紧张的这个两岸关系 然后呢美国又加码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逼着要买武器 因为怕真的买了不买武器 美国不会来 那但是这两个就是包括美国 包括台湾 有没有去想过说可以有一些和平的东西 我不记得在这个当初两岸刚开始 就是美国转向华府 华府转向这个北京的时候 1980年代 他们还是很在乎是和平的东西 可是现在看起来 美国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中国的全面挑战之后 那忽然就变得对中国跟其他过去挑战它的是 比较没有能够接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小 我们讲到说日本只有在经济贸易上面挑战它 前苏联在冷战时期 在可能国防啊这些军事上面挑战它 但没有一个过去没有一个强权是全面性挑战 结果我们就配合了出去做棋子 我是很怀疑这些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众议员 有些真的是对台湾比较友好 像这次来的韩裔的这个金英玉 这个Yong Kim 那他本身过去他的这个老板Royce也是长期支持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是我相信 但有些跟台湾没有什么淵源 我就怀疑了 然后甚至我怀疑有些军方背景 有些可能跟这个军工复合体有一些连接 但也有一些是完全没有 那我们就开始是不是就要去怀疑说 他有没有去买这些军工复合体的股票 就是他督促台湾买一些东西 但他已经想好了 就是我已经先买好股票 所以呢希望你这边买了以后 马上那边股票就会上涨 我觉得这些我们是真的是要去好好看 到底有哪些人哪些国会议员 是真正长期支持的 就是是理念真正是理念支持 这个我是打个问号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 但是能够支持台湾都好 但是会不会反而因为你想法不对 结果错误了把我们引到更危险的地步 你爱之事之害之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要担心的啦 没错 他是澎湖福澎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